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所谓的短期指的什么目标 对吧 你听我说 你所谓的长期是什么目标 你的政策怎么倒下 你的曲线怎么走 对吧 你曲线可以这么走 也可以这么走 对吧 那你说 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 你怎么去说明我近期的不够呢 而是我现在要把它放到一个整个四十年的曲路来看 我既要达峰 又要碳中和 对于中国来讲 一个发展中的经济 最重要的并不是现在马上达峰 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样走到一个转型的路线上 实现在四十年以后 碳中和 这是中国最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说达峰其实并不是很难的事 一个行政命令就可以达峰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能那么做 我们是希望要把碳中和 我们要纳入到整个社会经济的转型的过程当中 它是一个让社会稳定 是要发展的问题 对吧 这种过程是怎么让它过渡 那你怎么去评价 我一个短期目标是合理或者不合理的 但跟我的政策目标有关系 对吧 我的政策目标是为了转型 并不是说现在一定要很快地要达峰 这是我觉得一个核心的内容 当然不是说达峰不重要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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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